大家好 现在很快就是俄乌战争一年了 我今天想就利用这个机会 把这一年的战争回顾一下 从几个方面谈 一个是战争的起因 然后各种论调 对吧 到底应该怎么看着战争 再有最后结局 它的展望是什么 战争的起因有各种说法 但最直接的从我观察看 还就是因为美国强迫欧洲中断 从俄罗斯的能源买卖 这个最典型的就是北溪二号 本来都已经修建成功了 就等着开闸了 美国强迫德国不允许它用北溪二号 后来甚至把北溪一号二号都炸了 就整个把这个给俄罗斯的财路给切断了 这个使得俄罗斯非常愤怒 那么它俄罗斯呢 它一个国家 现在上次我查资料 20%的GDP来自于能源输出 出卖能源 但是20%是总体的 作为地方 作为俄国的财政来讲 它是绝大部分的 它整个就是国家机器 整个官僚体系 它的财产最主要的 都是通过这个出卖能源获得的 所以美国把它财路给掐了 所以它必须想办法通过俄乌战争 通过战争来取得一些讨价还价的筹码 再有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输往欧洲的石油管道 天然气管道都要通过 基本上主要的路上的都是通过乌克兰 这么好几十年了 就关于这个乌克兰石油管道 天然气管道 这里边收费啊 各种问题啊 闹了好多次了 那么它需要在乌克兰扶持一个 亲俄的政权 所以呢通过战争呢 本来以为就是轻而易举的就能把这个乌克兰政权给打趴下了 然后能扶持一个自己的傀儡政权 没想到乌克兰的这个政府乌克兰的人民 那么顽强的反抗使得他的美梦这个没有实现 所以一托托了有一年了 这里边反映的其实就是一个当今的世界 它是一个帝国争霸的世界 那么美国呢 它需要保证欧洲的能源 最主要的要依赖于 美国势力范围内 那么欧洲如果通过俄国能够获得能源的多样化 它就会导致欧洲的离心力会更强 跟美国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会增强 所以捍卫 或者说哪个国家控制着欧洲的能源市场 哪个国家的话语钱就大 所以美国呢就特别反对欧洲从俄国获得能源 所以欧洲为什么也是特别强调清洁能源 强调比如说光电啊核能啊再生能源 这里边就是因为欧洲知道自己 对这个外界能源的依赖性太大 使得他自己呢话语钱就被这个限制了 所以欧洲呢一直希望有多元化 那么美国把这个迫使德国切断来自俄国的能源 这个呢也是美国为了巩固自己对欧洲的控制 所以这才是这场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 再有一个呢就是俄国呢一直多年就是去鼓励乌东地区闹独立 它是从各方面支持这个乌东的分裂势力 制造矛盾 然后呢挑起民族冲突 这里边的一个最根本的目的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尤其是在乌东这个公投以后 我们看到它呢是要保障一条捍卫这个克里米亚的一个路上通道 因为在它把这个克里米亚占领以后 当时只有从海上通道 那么因为克里米亚是一个半岛 它需要一个路上通道 所以这几个州的公投呢 战争占领呢 也是为了捍卫一条路上通道到克里米亚 那为什么要去占领克里米亚呢 因为它是俄国海军出海口的最主要的一个 它北部在北冰洋可以有出海口 东部呢在这个亚洲有出海口 但是要想这个在欧洲有话语权 作为一个海军 那么这个黑海舰队 它的出海口就是在克里米亚 所以它要丧失了这个对克里米亚的控制 它没有这个制海权 那么它在欧洲的话语权就会大打折扣 这也是一种战略考虑 为什么要打一场战争 要捍卫这个从陆地上 能保证克里米亚不被乌克兰收复 这也是它在乌东闹事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 从大家看地理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美国呢在这场战争中呢 它也是希望 它其实你看它是需要这个俄国 作为一个威胁欧洲安全的这么一个借口 来控制欧洲 所以你看美国在全世界各地方都是要制造矛盾 它不会造成和平的 在朝鲜半岛 它必须使得这个南北朝鲜不能和平共处 这样的话导致美国有借口在南韩 韩国驻军在日本驻军 在中东地区呢 美国也是一方面坚决捍卫以色列 然后呢挑动这个巴勒 这个以色列和这个巴勒斯坦人民 还有这个各个阿拉伯国家之间闹矛盾 这样子保证它自己能控制中东的石油 因为掌控石油 掌控了发达国家工业国的经济命脉 它是凡是工业发达的国家 汽车卡车各种运输能源 都依靠石油天然气 那么谁掌控了这些能源 谁就掌控着这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 所以它必须通过这些冲突 它有参与到里边去 那么欧洲呢 也是一个在苏联崩溃以后 唯一能真正的威胁美国世界霸权的 就是其他的发达的工业国 那么欧洲呢联合到一起 它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所以美国需要一个 制造一个敌人 这就是俄国 制造一个敌人 对这个俄国 对这个欧洲造成威胁 这样子的话 美国能使得欧洲的资产阶级 大垄断资本 感觉到自己离不开美国 它也没有能力离开美国的所谓保护 一个是核保 核保护伞 一个是驻军 所以除了法国以外 其他的这个欧洲的国家 基本上都有美国的驻军 所以在这方面呢 它一直挑动这个北约东扩 它北约东扩的目的 就是要引起俄罗斯的反抗 它一引起俄罗斯的反抗呢 就为它自己 让欧洲离不开美国了 那么本来苏联解体以后 俄罗斯已经承认失败了 要加入北约 要这个跟美国和平共处 但是呢 美国不能允许一个太平的欧洲 它必须制造矛盾 所以呢 它就一再挑衅 挑衅扶持一些非常极右的政权 比如说波兰的 好多国家的 所以呢 美国呢 是设了一个陷阱 那么普京呢 就跳到陷阱里边去了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违 所以这里边有一个 挺有意思的一个战略分歧 你看川普上台 是全面出击 制裁不光中国 也制裁欧洲 日本各个国家 全面出击 他把他的盟友给打晕了 拜登上台呢 就联合盟友 联合盟友 怎么对付谁呢 对付中国 对付俄国 两边都对付 其实他的精力不够 所以呢 川普的战略手段呢 是跟俄罗斯搞好关系 专门对付中国 那么拜登呢 就采取另外一个措施 他的措施 现在回过头来看 还是真是厉害 他不一定当时 预料到这种结果 他就想办法 把俄国给拖到泥潭里边去 不能自拔 这样子的话 他可以腾出手来 对付中国 所以现在的结局 就是一个 俄国被拖入到了 这个俄国战争里边 不能自拔了 而且美国 其实在这里边呢 不需要花费任何 这个太多的物力 他在军事上 支持乌克兰 他支持的程度呢 就是让这个两方面 谁也赢不了 这样的话 就牵制着了俄罗斯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他就可以集中他的这个注意力 对付中国了 所以这么来看的话 拜登是比川普聪明得多 他拜登不是两边都对付 而是把俄罗斯 不是直接对付俄罗斯 而是把他拖到泥潭里边去 所以这里面一看呢 美国这一次呢 他是一举多得 但是呢 事情又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一个通过欧战争 看出来这个欧洲呢 普遍的军事化 增加军费 成倍的增加军费 那么一个军事上更加强大的欧洲 其实将来会对美国会说不的 所以这里边 我从一开始就说 美国这次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 他看起来牵制了这个俄罗斯 但是呢 他扶持了一个更加强大的团结的欧洲 那么将来他要对付欧洲 恐怕比较困难 所以这里边就看将来难说了 这长远来说 确实是难说 但是分析这一次 俄国侵略这个乌克兰的动机啊 除了刚才讲的 就是要控制能源以外 他这个俄国这个帝国的行为啊 和传统我们理解的 就是说帝国的起因是因为生产过剩 需要资本输出等等 还不太一样 俄国这次搞战争 和德国日本一战二战的起发起的原因 不一样 因为俄国呢 现在他不是一个工业强国 他不是需要一个资本输出 不是一个需要这个走出去的 不是需要这个资本扩张的 不是因为生产过剩 他不得不走出去 不得不去抢占市场资源 所以这个里边呢 他其实和一战以前 沙皇俄国高度移植 就像沙皇俄国一样 当时他为什么参战 这里边呢 就是说 沙皇俄国那时候资产阶级不是非常强大 工业不是非常发达 那么他通过战争 他可以快速的进行资本的积累 因为战争是借口 他可以快速的掠夺 国内的中小资产阶级 一切为战争服务 就是一个动员国内的资本力量 然后使得他国内的资本更高度的集中起来 所以战争呢 是一个动员国内资本进行资本积累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这是一方面 再一方面呢 战争也是一个化解国内缓和国内阶级矛盾的手段 这个是普遍的 我在美国也每次美国发动战争 那么国内这个对总统的支持率马上就上到了百分七八十九十 战争呢 使得人们觉得要移之对外 移之对外 这里边呢 它起到一个缓解国内矛盾的这么一个作用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一方面呢 它是进行 通过战争进行资本积累 资本集中 为垄断资本服务 再一方面呢 它是一个缓解国内阶级矛盾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这是从近百多年的历史里边 每次战争爆发 你都可以看出来 它缓解 尤其是帝国主义战争 它是缓解国内矛盾的 当然内战是两码事 内战是两码事 所以除了这个缓解国内经济矛盾 造成资本 集中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刚才说的 它要捍卫自己的财路 它需要保障 自己在欧洲的能源市场 还有一席之地 这是他们发起战争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是从俄国来讲 是这么样子 所以关于战争的动机 咱就讲到这儿 那么欧战争以后啊 在网上我发现有很多关于欧战争的谬论 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乌东有法西斯 有纳粹 有这种极端分子 他们掌控了这个国家政权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夸张的 就是说在新代资本国家里边 多多少少都有这些极端的右派分子 这个不光是乌东有 俄罗斯也有 法国也有 美国也有 就是说这些少数的群体 它现在还并不是主流 所以拿这个作为俄国入侵乌克兰的理由 是说不通的 再有一个呢 就是人说是 这是俄国需要一个安全 国家安全 这个北约东扩 使得它感觉到威胁 但是这种理由呢 就是他说俄罗斯需要生存空间 需要发展空间 这些都是从帝国的角度看问题的 那么如果从安全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难道乌克兰不需要安全空间 不需要生存空间吗 就是为什么拥和的大国需要有自己的生存空间 无核的小国反而就可以被随便的侵占 这个是强盗逻辑啊 所以这种逻辑也是站不住脚的 再有什么乌冬有这个民族矛盾 什么这个俄族人受到欺压 但是那个属于国内的 所以这个不是外国入侵的理由 我们不能说因为哪个国家有国内的民族矛盾 那么外国就可以入侵啊 这种理由要成立了 那还得了对吧 那就是帝国主义一贯用这种说法 为自己侵略服务的 因为在美国 每次美国在对外侵略扩张 他都要把自己的敌人妖魔化 在朝鲜战场上 在越南战场上 在侵略这个伊拉克啊等等 每次他都要把自己的敌人妖魔化 所以我看很多人呢 他是被这个俄国的这个宣传所忽悠了 他不是从最本质上 一个最本质上 他是俄国军队入侵了乌克兰了 这个是最根本的 不是乌克兰的人入侵了俄国呀 这个最明白的事实 我就不懂为什么有人就看不见 所以乌克兰有人说 这乌克兰政权是一个傀儡政权 有可能对吧 他们很多都是出卖乌克兰的这个 国家原来的资产 各种工业 他的航空 他的航母 他的高科技 凡事都出卖了 那么不管他怎么傀儡 怎么出卖 但是呢 这个不是外国入侵的理由啊 因为蒋介石当时也是一个傀儡政权 是一个跟着美国跑的 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大垄断 是买办官僚集团 但是那个蒋介石的这个买办集团 不是日本入侵的借口啊 还有人说这个乌克兰政权多么反动 他反共 他把这个二战历史全给抹平了 他把共产党这个把共产党那个 说了好多 但是比得上蒋介石 412大屠杀吗 那么蒋介石 412大屠杀 是日本入侵的理由吗 所以 一个国家内部政权 不论多么反动 那是那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 所以 这里边人民 你可以 从道义上 屋子上 支援那些国家人民去反抗 他们的反动政权 但是你要是允许这个一个强国 用对付反动政权的理由去入侵 那其实就是帝国主义的理由 还有人呢 说因为美国是世界霸主 凡是反对美国的 我们都要支持 这种理论呢 其实也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在一战以前 二战以前 都是英法 是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主义 那么按照这个理由的话 日本挑战美国 挑战这个英法的霸权 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了 所以 一个什么是主要矛盾 不等于世界上所有地方 都是以这个主要矛盾 来看的 在欧洲 在拉丁美洲 东南亚 在世界各地方 美国确实是 首要的霸主 帝国主义 但是在 俄罗斯 和在乌东吧 乌克兰 那么 乌克兰人民面临的 首要的不是美国的控制 而是俄罗斯的入侵 就像二战期间 我们为了反法西斯 那么难道就不反对英国帝国主义了 你比如说 印度人民在二战期间 因为反法西斯为主 就放弃对英国占领 印度 反抗就不搞了吗 所以 主要矛盾 是讲是全面 总体上 不等于 每个地区 每一个时间段 每个细节上 都是要以 他为准的 因为这种说法呢 就像在抗日时间 当时提到了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是同样的逻辑 是一种绝对化的 所以 抗日 是最主要的 抗战的时期 不等于 那么 八路军 新四军 就要放弃自己的独立性 不去 跟这个国民党 做斗争了 所以这里边呢 不能从一个极端 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所以 即便美国是 世界的霸主 是首要敌人 不等于 每一个地区 都以他 作为衡量标准的 所以 我们反对 美帝国主义 是因为他是帝国主义 而不是因为别的 那么任何人 任何国家 他 使用的是 帝国主义的方法 我们就要反对他 所以很多人呢 是反美 不反地 所以反地和反美 不是完全等同的 因为争霸的 也反美 所以 世界上 反美和反地 不一定是一样的 我们要学会 要懂得 反地 和反美的 关系 要懂得 争霸 和反霸 的区别 不懂得这个 那就很容易 被忽悠了 所以在 欧战争里边 我们必须考虑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 是打工人 还是统治阶级 必须思考这个 有三种我们 我们是从民族出发 从国家出发 从人民出发 如果从民族 和国家出发的话 看一切 那么你想想 一战期间 列宁就是一个背叛民族 背叛 沙俄国家的 一个叛徒 他出卖了 这个民族 和国家的利益 举行了十月革命 推翻了沙皇政权 而且普京呢 正因为这个 谴责 臭骂列宁 所以 你要是从 所谓民族 和国家的立场 出发 看问题 你就是站在 统治阶级这个角度上 看着 那么你肯定会反对 列宁的 十月革命的 因为列宁 就是出裸裸的 所谓背叛了 这个俄罗斯民族的 沙俄国家的利益 他是 列宁主张 变帝国主义战争 为国内 解放战争 有工人 起来反抗 沙俄政权 所以他破坏了 对吧 所谓破坏了 这个 俄国 在一战的努力 所以你要 所以我们要考虑 对这场战争 现在的俄战争 我们是谁 是打工人 还是经营 是底层老百姓 还是政权 所以一定要弄清楚 我们是谁 好吧 所以现在看来呀 列宁 百年前的 分析 对一战的分析 至今 有用 那么 列宁 说我们处于一个 帝国主义 时代 帝国主义 只要帝国主义存在 我们就是 要么在战争中 要么在两个战争之间 很多人呢 十多年前吧 他们就认为 和平发展 是新时代 这里边是主旋律 完全忘记了 我们是在帝国主义时代 那么 列宁的分析呢 他不是从地缘政治出发 他是从 冷断资本 要扩张 要争夺市场 争夺资源 从这个角度出发 来解释 为什么会有帝国主义的战争 那么 只从这个 列宁 引导的十月革命 和中国革命以后 轰轰烈烈的全球的 这种 第三世界国家 从过去的殖民地 解放出来 一个 大家公认的就是 国家要独立 民族要解放 人民要革命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 在群众里边的一个常识 新殖民主义呢 不是领土的扩张 不像 这次俄罗斯在乌东搞那公投 把一部分领土变成自己的 那么美国他那种新殖民主义呢 他是在政治上 经济上 来控制 军事上控制 但是他不是直接的领土 他不需要 直接的领土的占领 那么 现在呢 就 发现有些人 甚至会支持一些 赤裸裸的军事占领 找什么 这个公投之类的 这些都是 违反 这个 二战以来以后 全世界那种 反币 反封建的 民族独立的 这么一个大潮流 那么 欧欧战争一年了 那么将来会怎么样 这里边呢 有各种评价 各种分析的 我看呢 就是 这里边呢 它是一个反映的是 全世界全球的 资本主义的 经济危机的 深刻的矛盾 不可克服 那必须通过战争来解决 这里边呢 很多人呢 把这个 以为 存在着一个 超级 就是超帝国主义论 你看在 一战爆发 以前 就有考斯基的 超帝国主义论 认为 这些帝国之间 可以坐下来 和谈 来找出一个 大家都能 接受的方案 他们 或者说 有非常精明的 这个政客 能用非常好的办法 一个能 有人才 能把大家 拢到一起 达成协议 他不懂得 在帝国主义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边 垄断资本之间的 这个 他是靠实力说话的 就是说 谁的 这个资本量越大 他的话语权越大 所以 垄断资本 他必须依靠 自己掌控的 经济 政治 军事能力 来 巩固 自己的地盘的 所以 不存在着一个 超帝国主义的 你 你比如说 一个全球化的 他是以美国 主导的 以美国资本的 垄断利益出发的 美国的这个航母 美国的核武器 他捍卫的是 美国的垄断资本 不是全球的垄断资本 虽然你比如说 一些小国 北欧的小国 是荷兰 一些 你看不出 好像看不出 他在全世界 有军事基地 看不出这些国家 是帝国主义 但他是帝国主义 因为这些国家 他垄断资本 他是搭了 美国的便车 他是搭美国便车 那么美国在 全球的利益 他是捍卫的是 一个资本的逻辑 所以呢 别看美国在日本有驻军 在欧洲有驻军 但是他也是 美国这个欧洲的 日本的资本 在东南亚 在拉丁美洲 在全世界 他的利益 也是靠美国来捍卫的 这是这里边呢 主要是因为 这些资本 并没有威胁美国的利益 所以一旦你要威胁了 美国全州霸权 他是毫不客气的 比如80年代 日本的高科技 日本的工业品 开始冲击了美国的市场 那么美国呢 就强迫日本去 什么广场协议啊 然后呢 制裁日本的这些高科技企业啊 迫使日本放弃大量出口 转向在美国生产汽车啊 等等啊 导致了日本这几十年的经济上不去 所以呢 美国在全球捍卫的是自己的利益 但是他也捍卫一些垄断资本的基本逻辑 在这条在这些条件下呢 像荷兰的日本的欧洲的一些资本 在海外 他们的利益也是受美国的 这个保护的啊 所以这些国家需要向美国付保护费的啊 付保护费的 所以美国在日本驻军 美国在韩国驻军 这些国家都要向美国出保护费的啊 保护费啊 也不便宜 前几年川普把这个驻韩的这个保护费提高了成倍的 然后韩国接受不了 两边谈判了这啊 具体最后怎么样 我忘了 所以 认为一个可以 这个 你像有些所谓世界体系论 以为这个世界的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体啊 他完全没有看到帝国垄断资本之间 你死我活的斗争啊 所以 一个 美国 这个霸主 衰落下去 所谓的多极化的出现 其实就是战争的前夜啊 因为 作为垄断资本来讲 他是一 一山不容容不得二虎的 他必然是 你死我活的 所以 真正想 以为 这个 通过把美国削弱了 会 造成一个 互相制约的 和平共处的 一个新的 全球环境 完全是 空想 他是 更大规模的 战争的 前夜 就像一战 二战 当时 新起的帝国 要挑战 英国 法国 对殖民地的控制 对世界经济的控制 所以 我们现在面临的 跟百年前的 一战 七十多年前的 二战 非常 类似 那么 将来 这个 俄国战争的 发展 前景会是什么呢 有人说 会像 这个 巴基斯坦 和印度 竞争的 那个 Kashmir 我认为 那个比例是 比喻是不对的 因为 那两国家的 领土争夺 它不存在 帝国争霸的内容 那是一种 传统的 古代的 封建 王朝之间的 领土争夺 那种性质的 我认为 将来的结局 更有可能 是中东化 乌冬呢 变成中东化 中东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 美国 参守 在各方 打 打的规模不大 但是老打 这样的话 得不到和平 有了这个 中东化以后呢 美国就 长期的 牵扯着 俄国的 能力 这样的话 它可以 拖 俄罗斯 陷到这个 泥井里 这个泥潭里边去 那么 它就可以 腾出手来 对付中国 它知道 中国是 将来 威胁它 全球霸权的 最主要的 国家 因为 中国在 高科技上 开始追赶 中国在 工业规模上 已经超过了 其他的 所有的国家 中国在 军事上 也开始 提升 所以 政治 经济的 这个实力 都在扩张 它就 美国就 感觉到 威胁 所以它对 中国的制裁 越来越严厉 范围越来越广 当然 还有好多手段 它现在 没有用 但是呢 将来 有可能要用的 比如在金融上 它要是 阻止 中国银行业 搞业务 那 当然对它自己打击 也是比较严重的 它在 工业上 好像没有太多的 筹码了 但金融上 还是有很多筹码的 所以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会一步步加重 在高科技 等等 将来 还有很多 其他的手段 它可以用的 所以它会 这个 紧步骤会越来越紧 那么将来呢 可能会造成一个 美国势力范围 和非美国势力范围的 这么一个 比如说对东南亚 对拉丁美洲啊 其他亚非拉国家的 这个市场 资源的争夺 会越来越紧 美国可以控制欧洲 可以控制 它有军事基地的地方 但是还有好多地方 它不是完全有控制 那么 中国的机器制造啊 技术的出口啊 这个市场的占领啊 会跟美国的矛盾 越来越严重 所以 那么美国通过 这个俄乌战争 把俄罗斯给拖住了 它就可以放开手 来对付中国 它要是没有把俄罗斯拖住的话 它会面对两个 俄罗斯呢 虽然经济实力不大 但是它的军事实力 它的核武器 仍然是一个对美国有威胁的 所以 这一次呢 它把俄罗斯拖在这个泥潭里边 它就可以放开手 来对付中国 我认为这个中东化的结局的概率 特别大 符合美国一贯的手法 就是在让这些地区呢 没有和平 在这个朝鲜半岛 没有和平 在中东 没有和平 那么这一次 俄乌战争呢 它不会轻易的让 俄乌战争就结束 所以呢 俄国在短期 不可能胜利 长期呢 它也不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为它所面对的 不仅仅是乌克兰 它面对的是整个美国势力范围里边的政治 军事 经济的 这个实力 摆在那儿呢 所以呢 美国呢 它 不会提供乌克兰 足够的打败 俄罗斯的武器 但是呢 它也不会 放弃 对乌克兰的支持 所以 这个 中东 模式 是最大概率的 符合美国帝国的 长远利益的 那么 长远来看 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越来越多 将来呢 老百姓当炮灰的 就会越来越多 你看在 二战以后 美国的秦越战争 朝远战争 秦越战争 都有大量的炮灰 为美帝国主义 侵略扩张 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今天呢 即便是高科技 仍然避免不了 大量的常规战争 那么 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 老百姓 为帝国争霸 付出自己的生命 所以老百姓呢 必须看清楚 帝国争霸的实质 是什么 不要被这个 一些人忽悠了 忘记了 我们到底是谁 还是那一句话 我们是打工人 还是精英 是普通老百姓 还是 有钱有势的 所以 看清了 我们是谁 不当炮灰 这是最主要的 好吧 今天关于欧战争 就谈到这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